不要因为失业或者经济环境差 就对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 你要令自己的竞争力是依然有的话 你要不断去变通 旅游节目主持谢利 Jerry本身靠透过镜头带观众收入列国来赞取收入 同时兼任私宜、配音、KOL等的工作 高峰的时候可以月入六位数字 疫情期间旅游业大受打击 但Jerry的工作机会就有真无减 他是怎样避免过这次的危机 我觉得在香港生活每一天都很有危机感 危机感是来自香港的经济环境 或者每一天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你今天可能保住你的饭碗 或者你今天可能你有很好的收入 但不代表你明天都可以同样有这么稳定的收入 所以我觉得疫情这段时间 更加令到你一个人可不可以去转变 可不可以在一个危急的关头里面去帮自己转型 因为很多时这半年最看到就是很多餐厅倒闭 很多商店倒闭 又或者是很多人去失业 但我自己就觉得不要因为失业或者经济环境差 就对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 因为我觉得你要令到自己的竞争力是依然有的话 你要不断去变通的 我自己就一个比较要有安全感的人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 由做旅游大人开始 我都会计算一些很小的目标 例如三年后或者三年内 我要有什么目标 我要怎么去转型 所以我自己定时定后 就会帮自己去想一些新的发展 例如做旅游达人 如何去转型做司仪 做主持 然后如何转型自己有间製作上的东西 发展到今时今日 我同时也是一个影响者 也是一个跑步的达人 也开了一间茶店 也开了一个网店 去买一些健康的产品 我自己就觉得 只要你在自己的定位里面 你不断去变 不断去多元化 只要你做到一个人的多元化 就像现在很流行的slasher 只要面对任何的挑战 你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懂得救安私危以外 Jerry入行以来 都有买储蓄保险 建立储蓄的习惯 到国籍小成多 更加令到他 存到首期和创业的资金 存钱就一定要趁年轻去存 因为你不要看少 你年轻的千多两千元 你的本质虽然少 你便觉得 我存一千多两千元 可能回报得很少 但是当你那千多两千元的本 可能成大了十倍之后 你用那十倍的储蓄 去做一个杠杆 你的回报便自然大一点 因为你的本质大了 我自己就比较保守的人 我经常都会觉得 如果存钱固自然好 但是如果你赚钱的速度 比存钱快 我觉得这是感上天花 因为如果我每个月 存一千两千一千两千 可能我一年都存到一两万 但是如果我能够将我的生产力 或者我的工作量 可以主动点勤力点 去找多些钱的时候 我所赚回来的钱 怎样都一定是快过 存钱的速度 所以我这五六年 我自己除了一边存钱之外 亦都一边很努力去工作 工作十几年内 Jerry一直都没有车望可以买楼 但亦试下楼价有所回落 他就把握机会入市 以605万买入西半山的新盘 憑一己之力上车做业主 但他认为即使买到楼 都不代表成功 我觉得买楼不代表成功 因为有很多人买楼 你以为他表面买到楼 但是买楼的背后 究竟他是不是要借钱去买 或者究竟他是不是要每个月 要很辛苦去工作 成富身家拿去供楼 这些背后的东西没人知道 所以我觉得买楼就不代表成功 因为在香港成功的定义有很多种 有些人会觉得 你创业是成功的一种 你打工 如果你是专业人士 月入十几晚 你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士 所以我觉得成功的定义很广阔